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我們看到油價再創新高 激勵了全球的股會是全面性的大漲跟噴出 這個油價大幅的一個反彈 包括今天台北股市也刺激到了 中漲是上漲了120點 來試圖回補過去上週下跌的一個走勢 那我們看到油價大幅的走高 第一個 全球的通縮環境逐漸的降溫 甚至通膨來了 那這個通膨來了有兩個方向 第一 有沒有可能刺激景氣的復甦 第二個 對於目前全球 這個上游原物料的一個信用違約 跟債務違約的問題 擔憂減緩 所以我們看到油價的創新高 帶動了全球市場上的噴出 那今天早上大陸公布了 三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那非常意外是大陸的三月出口 大幅的優於預期 也刺激了亞洲股市在九點半之後的 全面性的一個大漲 那入股在今天更是創下了 一個小波段的一個新高 所以我們就要從這邊觀察 整個大陸這一次從原油 從鐵礦砂行情的發動 資金的流向 是今年以來很重要配置的重點 他們是原物料行情持續的加溫 到底要怎麼做觀察解讀 會引發升息循環嗎 還是刺激了景氣的復甦 從黃金白銀看出了另外一個關鍵的故事 就是東方紅 白銀在昨天的大漲 而金銀比的關鍵的價位 開始出現了一個扭轉 所以投資人在貴金屬的投資 也可能出現另外一個長線的機會 我們這邊請教四位來賓 來參加今天的觀察跟討論 好 第一位請教是台大哲學教授 怨局正怨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行態大師 蔡聖蔡老師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資生分析師 葉俊敏 好 第四位請教我們資生分析師 曾煥文打K 《金錢報》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